人民公正党副主席拉斐兹 7年前因为揭露国家养牛公司舞弊事件 被控抵住银行和金融机构法令 地庭去年2月宣判他罪名成立 接近30个月 不过经过他上诉之后 高庭今天推翻地庭的判决 拉斐兹和涉案的银行无罪释放 根据控撞 当年身为雪州班单国会议员的拉斐兹 2012年3月7号 在巴达林在野公正党总部办公室 向一名媒体顾问及一名记者 泄露了四份有关国家养牛公司主席 拿都斯里莫哈莫杀裂的银行账户结单 拉斐兹和48岁的银行职员 佐哈里被控串谋犯罪 前者抵触1989年 银行及金融机构法令 第97-1保密条文 后者则触犯第112-1-C条文 高庭基于控方无法在审讯中 提呈原版文件作为呈堂证据 裁定拉斐兹上诉得职 莫哈莫杀裂是巫统妇女主前主席 丹斯里莎莉扎的丈夫 投资额高达数百万令吉的 国家养牛中心计划 是前朝政府第九大马计划下 隶属农业部的计划 主要业务是供应国内40%的牛肉需求 然而2010年 总基查司报告却揭露 这家公司的表现不达标 莎莉也被控抵触四项刑事失信罪和公司法令罪 不过法庭在2015年11月宣判他无罪 去年5月 西蒙上台执政 农业部重新调查这起涉嫌盗用公款的丑闻 并且追讨2亿5000万令吉政府贷款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